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首先我们还是照理先来看一下 这个澳洲股市在昨天的市场表现 那么昨天作为星期一澳洲股市呢 非常不幸在开门第一天 依然是迎来了一个下跌 由于我们知道呢 这个澳洲特别是这个银行业 占据澳洲股市的排名是最重的 那么银行业的最大的资产呢 又是来自于这个房贷的抵押 那么根据上周澳洲的房屋拍卖的这个表现来看呢 最近澳洲的房屋拍卖的这个成功 拍卖率啊是不断的下跌 也使得呢投资者对于 这个澳洲房地产是否会迎来一个回调 充满了担忧 这个担忧呢也直接影响到了银行股的价格 那么自从两周之前 澳洲联邦政府发表预算之后 到现在银行股一共累计下跌 最少大约是7% 多的呢达到了12% 加上铁矿 昨天这个铁矿石价格也是下压 导致呢澳洲大盘是毫无疑问的是下跌了 0.8% 收在呢5707点这个边缘价格 中国昨天呢是端午节并没有开门 股市是停盘 那么英国和美国两个国家的股市呢 也都是停盘 这就导致了几乎欧洲大部分的市场交易时间呢 都比较清淡 法国和德国虽然有变化 但是呢上下幅度都在0.2%以内 那么另外其他方面 黄金价格和石油价格都是从上周四晚上的大跌之中有所回升 目前油价回到了50块以上 黄金价格呢目前是稳定在1265之上 那么今天的热门话题 我们朝着跟大家说一下的呢 就是现在的选择行业啊 依然应该是以兴趣为先 但是呢 在我们考虑到投资收益的时候呢 则要保持心态之上 很多朋友可能都会觉得 非常好的行业啊 可能里面呢是商机无限 那这个行业是不是大家想的那么光鲜耀眼呢 对于类似的问题呢 在我过去几年中 有不止一位朋友跟我问到过 可能大家都觉得呢 我们每天接触这个行业 可能每天有无数的投资的机会 那么肯定呢 比别人会多了解一些 这个呢 倒是也没错啊 但是我觉得其实呢 每一个行业 它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你说要机会的话呢 在金融行业中 的确会有一些关于金融的机会 每一个行业都会有自己的机会 要不然的话呢 每个行业中的这些公司 是如何来盈利呢 华人朋友们最喜欢聊的话题 就是金融和房地产 这两个行业呢 似乎是这几年来最热门的行业 但是同时这两个行业 也是最容易受到外部环境改变的行业 比如说金融和这个地产 一旦是政策收紧 两个行业就会立即变得冷清和清淡 所以说我们知道呢 你说大环境影响 有的行业呢 跟大环境并没有太大关系 即使是经济不是太好 他们依然是能够正常营业 但是像某些行业 一会儿火 一会儿呢 冷起来又冷得让人非常清淡 对于这些行业的话呢 其实我们不能看它一时的表面风光 最终我们 我觉得大家在未来选择 自己的职业规划也好 还是想从事不同的职业也好 还是应该呢 从自己的兴趣来出发 如果你喜欢这个东西呢 你就会花时间 你花了时间也不会觉得累 比如说像我们每天做节目一样 早上六点半起床 连续坚持了两年多 你说我要是不喜欢这个行业 我何必要自己这么辛苦来做呢 完全可以交给同事去做 所以说呢 有的时候呢 大家不要以为这个 可能聊起来 觉得房地产和金融这个行业是最好的 赚钱又多 机会又多 如果人和人之间聊来聊去 只是聊你赚多少钱 你这个行业能够 盈利多少 这未必呢 也太过于俗气 如果我们用一切来说 这个都以 这个金钱来衡量的话呢 那双方之间的关系 将会永远呢 固定在这个商业和金钱之上 这个其实是我们要说到呢 在将今后呢 要尽量避免的 这个钱好不好 好 但是我们不应该成为钱的奴隶 我们要是控制 这个资金 多赚多花 少赚少花 不要呢 因此而业不能速 那接着咱们再来说到 这个我们说到这个 有的时候啊 我们可能会感觉到 这个国内的股市特别的好 经常会看到一个股票是涨停 连续涨停 然后呢 最近几周也是看到 欧美股市也是连续上涨 似乎澳洲的股市慢慢吞吞 是表现最差的一个 这句话有没有错呢 短期来看的确没有错 我们知道在欧洲股 这个西方股市里啊 澳洲股市的表现 应该说在今年来看 是最差的一个啊 几乎就没有之一了啊 你不论是美国 欧洲 日本 香港 都比澳洲股市好太多啊 但是大家 千万不要得意 可能我们会说 这个中国股市 随便拿一个股票 就可以10个涨停板 8个涨停板啊 想看看茅台 都已经到200多块钱了啊 但是如果我们 比较一下投资者 尤其是散户的情况 在过去10年中 在中国股市里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啊 是不亏钱的 不要说盈利 即使是不亏钱的 那你已经成为了 仅有的那4% 换句话说就是 96%的人在过去10年 中国股市中都是亏钱的 而这个情况 如果转换到澳洲 从2007年到现在呢 应该来说 金融危机之后 绝大部分人 是盈利的 如果你做的投资 不论是买一个股票也好 还是你进出来回炒 大部分的参与者 是盈利的 那为什么会有 这么大的差别呢 其实我们可能 没有搞清楚的是一个 投资与投机的关系 很多人都说 我这个投资啊 投资房地产 投资金融 投资这个 投资那个 其实他真正的 并不是在投资 而是都在投机 我们知道什么叫投资 投资是以稳定的现金流 作为回报的一项 长期的项目 那么投机呢 则是以商品的买卖价格之差 在短期内 希望价格波动 而获取利润的一种方式 这两个的目的性 时间和风险 有巨大的差别 因此我们以后 千万不要说动不动 就说我在金融地产 都有各种投资 其实你大部分的 可能说都是投机而已 那么我们刚才也说到 中国的股市 为什么大部分人亏 就是因为大部分人 是抱着一种投机的形态 我想抓个掌听板 我抄个底 我高位卖空 但并不是长期的持有 或者说呢 赚取这个股息分红 而二洲股市则刚好相反 散户的参与者并不多 大部分是机构和庄家 不能说庄家吧 可以说是大户 他们持有相对时间较长 而且呢 以股息分红考虑为重 所以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 造就了两种股市 以及呢 投资者的结果 这个是我们要引以为鉴的 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一个产品 主要说的是黄金 咱们可以看到从图上呢 最左边啊 1300差点破 跌到这个5月11号最低 1215 现在从1215呢 又重新上涨到了1270附近 黄金价格在过去的两周时间里 应该说是几乎是 一直在保持一个上涨 虽然中间可能有一个星期的这个震荡 那么现在呢 第一次冲击1270是失败 如果第二次能够冲击成功 甚至可能需要第三次冲击1270 这个价格一旦冲破之后 那么下一个目标价将会在1292附近 也就是说有至少20美元的空间 所以说投资者目前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黄金产品一旦冲上了1270 其实咱们可以考虑暂时断期持有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